花锅 花锅 干什么 他就是害死我们管家阿牧的凶手 时辰到好 阿易 罗红的遗人 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们走吧 老蒋想要咱们电车时达开 你信了 我不信 党中央肯定也不信 咱们这些红军战士 肯定更不会信 我只信咱们能走出去 我就信咱们一定能取得 最后的胜利 这个时候这口气不能送 不能送这口气 来 苏科长 邱会长 首长请你们过去一下 老邱 鉴于现在这种情况 中央有了新的指示 我们只有一条船 运力实在有限 我们必须找出第二个出口来 这整条大渡河 能连接两岸的桥 只有一座 什么桥 卢顶桥 中央局委决定 让我们和渡过岸的同志 组成两支陷潜队 拿下卢顶桥 让我去吧 老邱啊 从咱们这儿到卢顶桥 大概有一百二十多公里的山路 中央决定 要在一天之内拿下卢顶桥 要用最快的速度 和坚决 激动的手段 来完成任务 有霸王吗 有 好 你现在就选人 选好之后立刻出发 是 敢跟我去吗 我去 让老蒋看看 咱们到底是不是石大开 大家继续走 走 走 大梁山啊 有各个遗族家织 还有各个山寨部落 这里地势非常复杂 别人一般进来 很难出去的 要不是小叶单护送红军 就算国军进来了 也很难走出去的 如果不打仗多好 汉人宜人 本就可以和和气气的 所以啊 等不打仗的时候 花枯姐姐 罗子大哥 你们就在我们寨子住下来 我们会把你们当作 最尊贵的客人的 好啊 到时候我们一定来 来 投人 投人 国民党追兵 已经追到敏宁县城了 继续盯紧 是 大家加快速度 站着 大学 基督 和气态是 监督 支团 震宗家 由国民党 乱与 来 继续盯子 回去跟头人说 若武家治的潮汽部落没有回应 是 头人 头人 安部管家说 若武家治的潮汽部落没有回应 他们的头人我认识 没事 好 大家跟手 快 头人 这不是若武家治的剑 他们不会出事了吧 大家快走 然后 遵犯 就是啊 好嘞 行了行了 再等会儿 等会儿 快点儿饿死 做个饭怎么办 是什么都不女孩子 小姐的怎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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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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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 老邱 来 别动 同志 没事 同志 同志 他们进山了 比我们想象中的快 他没那么容易追上我们 阿牧 抄小路 是 你继续盯着 是 你们照顾好话过节 是 我背你 不用 不用了 快点走吧 还要赶路呢 停 点火马 别别别 老邱 这个地方点火吧 目标太大了 摸着黑这么走太慢了 注意点就行了 爹 现在可以啊 怎么说话呢 别骂我 快走啊你 老邱 老邱 对面有情况 停停停停 所有人 提高警惕 随时准备战斗 把那个做饭都带上来 红军大哥 你找俺有啥指示啊 这是你们人吗 是 是我们的人 刚才那号吹的什么 好像是问你们的番号呢 你会吹号吗 兄弟我吹牛还行 吹号我不灵 不过 我们这群人里面有一个是 是四号员 懂吹号 吹什么还配四号员 叫过来叫过来 按您说的吧 那个谁 过来过来四号员 过来 红军大哥 他就是那个四号员 你现在给他吹啊 吹你们原来的番号 等等 不许耍花样 别耍花样啊 咱们的小命可是 行 你懂的 不会的不会的 来 说什么 长官 他们提醒我们走夜路 小心一点 对吗 对对 你给他回 谢谢了 怎么没反应好 什么情况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行了 回来 来 回去 对面的火把灭了 吹号的 过去 吹号 问他 火怎么灭了 是 赶紧的 说什么 说什么 长官 他们不走了 就得扎营 对 我听得真真儿的 回来吧 来 红军大哥 让我们先过去了 同志们 他们扎营 咱们行军 老宋 快送前进 好 走 快 跟上 快 跟上 走 走吧 老公姐姐 再监视一会儿 救过疫区了 好 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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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早追兵 也在罗湖转了小路 他们怎么会知道小路的 看来一直有人跟着我 小心 大家小心 谁 别追 有人想分散我们 快走 走 走 大家小心点儿 等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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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怎么了 头人 一直有人跟着我了 这一路上 他们有无数机会杀掉我们 刚刚他们从各个方向攻击 偏偏把我们逼到这条路上 是啊 我师父教我赶脚的时候 说那土匪呀有一招 明面上不杀你 但是把你引到一条路上 叫遛烫的 罗兹大哥说得没错 他们有意把我们引到这儿了 同仁 咱们现在是在咱们遗人自己的殿场 大家小心 走 小心 小心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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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罗洪的头人 阿火 阿力 为罗洪加之管家的名义人 阿母兄弟 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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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我说过放我走你会后悔的 这像是时间还 eng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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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死咱们都要过 通知下去 所有人去周边搜紧木板 咱们一边铺桥 一边过桥 是 阿爷 罗洪的遗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有这么深的仇恨 所有 我的前生 我的信仰 这一切都要图罗洪达达所赐 阿爹 他曾经是我最信任的大哥 可是他却把我抛弃在了 恶魔群集的地方 你们谁也不会清楚 我受了什么样的折磨 阿爹也是不得已啊 每个家职都会这么做的 而且阿爷走 阿爹到死 都觉得对不起阿爷 大当家人 你容我说句话 哪个当哥哥的 都不会忍心抛弃弟弟 你应该恨的不是你哥哥 是国民党那些当兵的 汉人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弟弟呢 在罗洪寨里 你抛弃了他 不是 我给红军送完东西 我就回来找他 要杀要罚 我跟他一起 你得了吧 你们汉人就是会骗人 骗自己 我没骗你 我没骗你 阿国 你知道达达是怎么死的吗 他们说 阿爹是跟其他家职 做庭战谈判 半楼上遇到国民党被杀害了 那你知道 是谁给国民党送的信吗 你已经猜到了吧 是我 什么神的部落神的子民 小的时候听到的都是 罗洪是遗族神明最近的人 所以要跟周边战斗 直到我去了汉人那里当人质 我才清楚 那些都是骗小孩的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争斗 达达是 碧魔是 国民党是 红军也是 每一个人都是 碧魔说过 你被魔鬼迷了心窍 难道你要毁灭所有人吗 不可以吗 你疯了 你彻底疯了 阿姨 这都是你的兄弟呀 你停手吧 无所谓呀 我只要有你们三个人就可以了 带着他们都是累赘 就算国民党来了 也一样会杀了他们 忘了告诉你了 达达也是这么死的 你这样做 祖灵是不会饶恕你的 你将有事被诅咒 你听 他们已经来了 等你死了 罗红就完了 小叶弹的果击价值也会完蛋 都结束了 这些都是从老百姓家里拿的 是的 老人家把棺材板都贡献出来了 我们红军的政策 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老爷 今天老百姓给了咱们这么大的支援 咱们一定要永世不忘 一定记好 哪块木板 是来自谁的家里 等打下卢定桥之后 咱们一定要亲手还在他手里 是 看什么呢 这破木板子 放这儿都慌 这破木板子 放这儿都慌 让它过巧 行吗 同志们 咱们现在人数太多 目标太大 如果想夺球 必须要组成一个二十人的突击队 谁愿意参加 我 罗兹大哥 照顾好花姑姐姐 阿果 别动 住手 阿姨 就让我们在大梁山里 像遗族战士一样战斗吧 没这个必要 他们要的是活的 小时候我被阿爹打 你总是第一个护着我 你教我认词 教我写诗 教我仁慈的对待 世间的万物 你说过 一代代的疑人死后 都会追随祖灵而去 可是你现在这样做 祖灵还会收留你吗 阿爷 阿爷 就让我们两个 像战士一样 战斗一次吧 既然你这么着急上路 我就送你一场 阿果 阿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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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教会了我一切 唯独没有教我 伤害别人 我还能教 罗后的祖灵吗 阿姨 在这边 阿国小心 我从加入红军开始 身边就聚着一堆 生死兄弟 可是没打一仗 就会少几个 一直打到四川鼓励 老鹏为了掩护我 也牺牲了 我的这帮生死弟兄 一个也没剩下 我平常经常跟你们说 我打每一仗 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才能活下来的 可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活下来 只要我邱明亮 还剩下一口气在 就能替你们挡下 买一颗子弹 红军首长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 是对是错 我虽然是一名国民党兵 但我可以为你们 吹冲锋号码 等 我命令 通缉队 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就你们三个 要去找红军啊 干吗呀 送东西 送东西 送什么东西啊 我不能说 你还挺硬气啊 行了 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走吧 我不能跟你走 你以为我在这儿 跟你商量呢 少废话 老子在这儿 还有一屁股声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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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收到了罗宏管家阿牧的求助 受我们国籍小叶丹的命令 特前来护送你们 搞什么鬼 老子今天出门就没挑好日子 总觉得有出事 sant 弟兄们 打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志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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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派手 你 抓住我 不要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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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走 你们 谁是罗红的同仁阿谷啊 你们谁是罗红的同仁阿谷啊 谢谢你们 以后罗红和果迹共存亡 这二位想必就是千里迢迢 为红军送金子的汉人朋友吧 这是罗子大哥 这是花姑姐姐 我代表果迹向你们致敬 来 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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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混蛋 阿谷 别难过 人生 我不后悔 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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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一人的规矩 阿谷 你看了女孩的身体 那你娶了我 要有这个规矩 还不如把我手剁了呢 我哪点如如你家康家长 我就想在我临死之前 你能对我好一点 就这么难吗 只要能熬过明天 你说怎么这都行 我要你这辈子 都记得我 罗子 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 我是说我喜欢你 想嫁给你 但这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我没有强迫过你吧 自从我认识了花谷姐姐之后 我知道了她是个多么好的人 你应该一辈子守在她身边 反正你以后 就当不认识我吧 来 罗子大哥 花谷姐姐 恭喜你们 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我们宜人 要学习果迹的小叶丹 让我们宜人 成为真正大良山的主人 没关系 罗子兄弟 到这儿你们就安全了 沿着这条大路一直走 前面就是大渡河 红军就在那儿集结呢 那 阿国 你们放心吧 我会把他带回罗洪遗战 以遗人的方式厚葬他 就此别过了 罗子兄弟 神神一定会庇护你们的 珍珠 这些应该都是红军留下的 人哪 这么多人怎么一转眼就没了 罗子 你看 那边好像有人 阿公 我们要渡江 你能送我们过去吗 你们渡江干什么 找红军 找红军 难不成你们就是红军啊 不是不是 您就说行不行啊这船 我这船不行啊 我这船被国民党当兵的 给凿坏了 你没看见我在修吗 还有其他船吗 目前江上啊 只有一条船能够渡江 哪儿呢 他不回来了 那么多红军 就一条船送他们过江啊 那哪儿能啊 红军啊 只有一小部分 在这渡江 大部分人哪 你看 都往那边走了 上游那边有个桥 叫卢定桥 知道了 就在大堡 谢谢您 谢谢您啊 你们等等 等等 姑娘 你看 这里啊有点干粮 路有点远 两百多里路呢 路上带着吃 不用了 我们还有些干粮 您留着自己吃吧 拿着 谢谢阿公 对 您刚才说起了什么桥 卢定桥 谢谢您 我们走啊 还能走吗 还能走吗 可以 等驿站出来两天没吃东西了 你吃点 我这儿还有点饼 能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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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忘 我不吃 你吃 老子 你看那儿 那是红军的衣服 老子 没事 没事 你吃 我认识他 他是红军 座科长 座科长 苏 苏科长 苏科长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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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科长 我是骡子 我是骡子 骡子 骡子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一路找你们呀 我一路找你们呀 这下可好了 东西首长跟老邱呢 老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